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生活爱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生活爱点 我是可乐 我是汽水 这里是生活爱点 你知道啊 今年 今年是台湾的投资诈骗元年 我们最近都说 前年是我们的拍戏元年 没想到去年竟然是投资诈骗元年 对啊 我们每次去社区 除了跟大家 用手机 还是用一些电脑 3C产品 以外我们都会跟社区的大哥大姐说 一些资讯安全 就是我们在用手机 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对吗 对 因为我们每次在安排 不管是12星期 或是16星期 我们有一个半个小时 就会挑一周 来安排政策宣导 然后我们一定都会安排一个 关于防诈骗元年 每一次都有政策宣导 16周里面一定有一个时间 就是在说资讯安全 是因为我们在打手机的电脑 要让我们觉得资讯安全是很重要的 包括我们在节目里面 三部五时 还会说关于资讯安全的问题 因为手机现在不是打电话 还是收减讯 其实它的功能真的增加 嗯 我跟着像起水天说的 这手机是一部电脑的同样 不是单纯说你接电话 靠电话 很简单的事情 对啊 就是因为 现在手机的功能是在增加 然后上网 他也帮他做一个小额支付 是 帮他做我们的零钱包 不用扎钱 扎手机就可以了 但是越便利的一个工具的危险 就是安全性 大家也会注意 但是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 但是在设定的时候 可能我们不是专门的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的 会露食掉说资讯安全了 嗯 现在我们手机 还有人包含你的会员 点数啦 什么都自己做一会 你说只要一个资讯漏洞 说你一个手机 什么你每天在操作的名字 全部都外写出去 我还是感觉像手机 因为它是一个有一个上网的功能 用手机都自己在用 也不会给别人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松懈了 是 就是我们一上到一些可能信用卡 或者是银行啊 或者是私密的 像我们的email啊 这些专属于自己的帐号 如果我们登入 一般来讲 可能就不会登出了 那种应用程式 有吗 像我说的 更多会员集点的 还是消费折抵的 应用程式很多 还有包括 更多购物商城的应用程式 如果更多 你可能都登入你 你为了要收到的 筒子 或是说你跟人交易的 资讯 让你能及时知道 所以一般都不会登出 你就想说 我随时开下去 我可以看到里面的图形 是啊 更简单 不然大家都要输入密码 那密码也很难听 是啊 有时候我们自己设 设后也不知道 我们刚开始 那密码是谁 自己也不记得 是啊 嗯 还有很多账号啊 很多密码 都没啥啥 对啊 所以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一登入 就不要退出 这样就 就一里 可以用 但是这就是有 比较危险 对啊 因为 现在的人就想说 我只要把手机 让你身处病的人 趁烈把你拿手机去用 所以有一个 开手机的时候 有一个图形操作 还是输入密码 对于内部的应用程式 通常又不会去设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爱典网生活爱典 您现在收听的是爱典网生活爱典 所以您的 像我们说的 有点 我们希望 是被盖 无论 没有说 车位在地理 有点 我们可能在休息 躺在休息 或是你手机 没什么 是 可能在上次 刚刚在吃饭 诶 转转转 然后我们就要把背包里面拿出来 都几乎都是封锁的 还是人家说社群里面通报的 因为这是警戒啦 你统好不要去摘 你没需要花时间去摘的转转 可乐的这样说是因为它的手机 有一个国民APP 对 为什么叫国民APP呢 其实这个城市呢 我们在社区也有跟大哥大姐做建议 因为它也有跟这个防诈片的机关 然后几乎大家 大家都会去下转 因为它是免费的 有一个免费的基本款 它也很好用 就是给我们提醒 你如果是有免费的应用程式 它就会跟你说 你现在 你买的这桶电话 有去让人封锁 还是有人跟他通报 这是行销电话 还是诈骗 所以因为可乐有很多 所以如果看到那个电话 我们看到那个电话 他们在那些城市 会给他提醒 这是很多人封锁 还是说 这是行销 还是说 这是什么电话 都会给他做一个判断 这个电话 是不是我们要去恢复 不定对 就是客户 还是更重要的 这会来电 所以我們一般看到那樣 我們會看到我沒辦法花時間 有時候之前 我曾經過 比較久的一台手機 當時要入這個 國民APP發現 一層是我的出錯 那當時又沒到 回到後來,我想說每一通 都會吃起來 那一台起來有的行銷電話 你行銷電話一直跟你說 你如果說沒需要,他還要跟你說 那你回到後來就要 這要是行銷 還好一點 除了浪費時間以外 如果說有的 就是靠來買 幫我們騙錢 或是騙那些 買東西 那你就很麻煩 對啦,各位,不理睬是怎樣 回到後來,要你走去 拿手機或是 直接下來,他隨便掛掉 這回到後來很多的 因為像說那個應用程式 他也是有 幫我們提醒說 你如果有爭議,他會跟你說 這是一階級掛 讓我們幫我們提示 是這個電話這樣 所以,我們剛開始有跟大家說 我們去年是一個 詐騙元年 是因為這個國民應用程式 他有做一個統計 這個統計 就是說 全球的詐騙電話和 簡訊 查詢那個 是不是詐騙 達到了4.6億次 你就知道說 現在的詐騙 真的有很多 而且這些詐騙 不只是台灣 而且世界各國的詐騙 都很多 尤其是後疫情時代 大家都是用手機去上網查詢 很多資訊 就是比較頻繁去接觸 因為我們的詐騙電話 其實你如果是沒有證 他也有其他判斷 對吧 對 因為我們的警政署的 防詐騙165 對,網站有 跟大家說 我們的詐騙電話 其實他也有很多特徵 他去判斷 對,你用購買去做判斷 對 譬如說 你的電話 你如果是要接訊前 你看到 它顯示是一個加 加減符號的加 然後加886 嗯 因為886 是我們台灣的國際 國馬 是 我們是為外國卡來 一定要加這個886 嗯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一般 我們 如果沒有 國外的朋友 他的電話 絕對不是加886 對啊 對 所以大家就是 要記得就是 看到這加886 或是說 剛才有一個加2的 加3的 剛才有一個加的 加2加0 這都是 現在也有一個變形的手法 就是 他可能就是 有886 或是0 886 我又加一個0 這樣 或是說 他的電話的購買 要奇怪 看起來像 四個購買 還是哪個購買 近代購買 這你就要 比較注意的 這可能 有很大的記憶 他就是 詐騙電話 就不要他吃 不要好奇 就跟他接起來 心底本點 這是愛點網 生活愛點 心知滿點 這裡是愛點網 生活愛點 今天我們跟大家說 如果是 詐騙電話 如果沒有 這個 防詐騙的 應用程式 它是為 它的來電 顯示號碼 我們要知道 它 極大可能 就是 詐騙電話 譬如說 加886 或是 886 0886 加2 加0 或者是 比較大的電話 這都是 詐騙電話 比較多 除了 這詐騙電話 以外 就是 現在也有 詐騙簡訊 現在 一般來說 要用簡訊 通知 好像比較少 嗯 尤其 我們說的 通訊軟體 多 年 祝賀 幾乎都透過 社群 社群軟體 簡訊 比較少 但是現在 簡訊幾乎都 有 詐騙 行銷的 管道 對啊 很多 你如果打開 簡訊 像我的簡訊 有很多通 的簡訊 我都沒有打開 對 有時候又收到 他們現在有的 都會幫你裝熟 嗯 我之前 幫你通知 很多次 我正常跟你聯絡過 還是說 我之前 有傳訊 但你都沒有回應 還會 你點進去 這個 這個 連結 你可以做了解 還是怎樣 我記得 如果在社區 的時候 我們跟 大哥大姐說 很多 網路 如果不知道 他連到哪裡 就不要亂點 不要亂點 不要亂點 現在的 我們的手機 的簡訊 其實 詐騙 詐騙的人 他就是用 網址 給你點 對 如果一點 你就會連到 他的詐騙 頁面 而且 這個網址 大部分都是 所謂的 縮網址 他縮網址 你根本看不出來 原本的 網路 位置 到底是哪裡 上面有 縮網址 你要跟大家說一下 縮網址 一般 你的網址 漏漏長 比較長 有的人 會把 弄成 前面網址 只有三碼 後面 再一串 所謂 亂碼 就是 亂數去編排的 一個 編碼 然後 也當進行追蹤 追蹤說 我這個 說網址 我透過等我的 簡訊發出 有多少人 點來看 還是說我這個 說網址 透過電子郵件發出 產生的 效益 都是比較大 他用來做 判斷 所以在我們 簡訊詐騙的 這部分 也是 看得出來 這個 是不是高風險的 詐騙簡訊 例如說 最多的 詐騙簡訊 就是 叫你做股票投資 它是連 那些 詐騙電話也是 很多都是 說它是 什麼投資 股票之類的 對 像我們的 國民運用程式 這一個廠商 已經 有幾年的 統計 它發覺說 如果是高風險的 詐騙簡訊 第一名 就是 股票投資 高達多少 你知道 百分之六十七 一般 一般 很大 另外就是 因為 疫情的影響 所以大家都 過了 很辛苦 可能在 金錢方面 經濟方面 也有很大的 壓力 所以 紓困 貸款 有 差不多 百分之二十 它就是 這樣騙說 我有一個 就是 利息很低的 貸款 你可以參考 疫情的期間 大家 都在 刷店 買名 如果 不然 透過 簡訊 要來 發訊 你會聘稿 有包裹 對 但是 包裹 一樣是一個 短網子 給你去店 但是 我們一般 看到 我們一般 都不要去店 另外還有 宜夜市網購 因為買東西 還有 娛樂 現在手機 大家在家 館 館 都沒有了 所以 也有一個 手遊 手機遊戲 或情色交友 也有 所以 你如果 接到 這個簡訊 這 不是 你的 親戚朋友 還是 客戶 我們就 連結 就不要 來 這裡是 愛點網 生活愛點 隨時 掌握 生活科技焦點 我們剛才說 簡訊以前都是說 垃圾信件 垃圾郵件 是 現在 發覺說 現在很多人 沒在用email 應該找 他可能 防範機制也有了 你如果是說 我會記得 你有一次 就是去發 一些行銷信 如果發覺一個 一定的數量 那系統就跟你說 你發太多了 他認為說 你在換垃圾郵件 對 他就把你封鎖 不讓你還抓破了 以前是這樣 現在 垃圾簡訊 就變得很多 垃圾簡訊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說 他叫垃圾簡訊 發覺說 因為現在手機 就是直接 就跟他上網 所以 垃圾簡訊 裡面 一定就是 有一個 一個短的網址 讓你點進去 是 不過這點進去 這就很危險 因為你不知道 你點在哪裡 對 因為你從短網址 裡面 你看不出 原本的網址是什麼 你有感覺 那些 詐騙集團 他們也很厲害 因為他們 都會是 善用時事 結合時事 對啊 他說現在 以前是說 什麼 口罩 還是打疫苗 之類的 他就騙你 對 最近 如果有很多人 在通訊軟體裡面 發文 轉貼 就會說 很多人的卡片 會告訴你 你現在的疫苗 還會調查你的個資 就對了 了解說 你打過幾支 疫苗 還是說 你打過什麼 確診者接觸 還是怎樣 要做一個了解 我們要注意 他是不是 我們管理系 裡面的 衛生單位 跟我們聯絡 怎樣 其實基本上 我有感覺說 你真的 防不勝防 他也有 經常被騙的人 他也不是說 傻傻 是因為 這個詐騙集團 太聰明了 他都可以先 取得你的信任 比如說 因為我們現在在網路上 有很多我們不小心 還是說 很明顯的 一個 譬如說 知道 你的電話 你的姓名 還是 你謊稱說 你一定 現在大家都會去上網買東西 他就是 這樣跟你騙說 我知道你是誰 我們下去 鬆懈 就說 他說的都對 也覺得 我好像 有上網買東西過 有一點 那種 模糊地帶 讓你覺得 他好像 說的是真的 不過像 這種 要怎麼 去防範 自己去用詐騙 就是要 修心 還有精神 就是 要小心 查證 有的人 裝熟 你一定要先確認 你不要照顧 藝術去做 說要 電話 又用 別人回家 跟親友 做一個聯繫 確認 是不是 他本人 還是說 你網告的名字 像我們剛才說的 叫你去ATM操作 我們就不要相信 是沒有從 ATM去取消 刷卡 這個機制 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最好 我們要給大家 提示 尤其是年關將近 就是有很多 平常就很多 要過年 這段 歲末年中 是越多 所以 你如果是 不知道 這個電話 是從哪裡來的 不熟悉的 不認識的 電話好買 你就不要吃 對吧 對 因為現在不管你電話 你的簡訊 你都可以封鎖 你會希望 我以後都賣 我如果不需要 再去判斷 是不是 不應該接 還是不應該收到的簡訊 你只要 都照顧 你封鎖掉 他以後又不會 減少 尤其是我們剛才有你說的 就是 他如果是詐騙電話 他有一些特徵 你如果是 現在聽到 你剛才往前聽 那個 詐騙電話 還有詐騙簡訊 他有幾個特點 另外針對 這個簡訊 就是 現在的詐騙簡訊 一定有一個連結 網址 你有不要直接的給他 點進去做連結 那也很危險 所以 我們如果是在 使用網路的時候 我們可能 還是使用電話 一連就是我們直接的 打去 你就知道你卡還是哪裡 千萬不要按照他的 電話號 或是網址 去做操作 這都是 很危險的事情 我們還是要辦什麼事情 譬如說 他會什麼 銀行卡電話 說什麼 我們的分期付款 還是什麼 還是網站 什麼 那都不要相信 我們就是 不要吃 我們還是覺得 有事情 沒有處理 沒關係 我們就自己去找 那個 網站的 服務電話 碼 還是銀行的 這個 號碼 我還是覺得 這樣是 比較安全 你如果是有 下載 這個應用程式 防詐騙的 這個 國民應用程式 你會記得 因為他 詐騙太多了 大家都 回報 所以 他的資料庫 會不斷的更新 你要記得 要手動更新 對 隨時要去更新 他 他如果是有付費 你進階付費 他就可以自動更新 自動更新 因為我們用 門費的 基本款 你就要自己 手當去做更新 探錢 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 不要讓人騙起 因為 過年 我們要 圍路 如果 回家的圍路 我們年輕人 幫父母檢查一下 幫長輩檢查一下 他的手機 可以到國民應用程式 還是其他 防詐騙的 相關軟體 你可以檢查 可以更新 可以排除一些 被騙的機會 回到後 到不用もう 場agnet 到沒有 小伙子 要 收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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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拓